而最新的防疫资讯要告诉大家 花莲县政府在1月17号的下午 接获了桃园卫生局通知确诊个案 为桃园City足迹重叠确诊案 它在1月13到14号这两天曾经到花莲旅游 那么县政府是特别公布了花莲在足迹 并且呢也展开了全面倾销 而针对了店家也匡列9名的接触者 也特别提醒有接触相关场所的民众 在1月27号之前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花莲县卫生局1月17号下午接获桃园卫生局通知 确诊个案为桃园City足迹重叠确诊案 它在1月13号14号曾经到花莲旅游 县政府公布了它的足迹 并展开全面的环境倾销 同时也匡列9名接触者 卫生局提醒有接触相关场所的民众 在1月27号之前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个案17983号 那在1月13号到14号 有来到我们花莲 那它的足迹大概如这张表所述的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送货员 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任务而来 那它早上10点钟到达我们的 自行开车到达我们的增和季米麻吉 然后10点半到了这个货运行 然后11点住宿 那傍晚呢有到我们的台富便当 那隔天早一大早加了油就回去了 所以它在我们花莲时间其实 大概整体来讲也不到一天的时间 但是因为它是任务而来 所以其实接触的都是特定的人 那因此呢那我们就这些特定的人做匡列 那目前呢有八个做居家隔离 那有九个人 那八个人中 这九个人中还有八个人 那我们都去做PCR 那目前都是阴性 由于国内本土疫情持续扩大 民众开始积极想要施打第三剂疫苗 近日也出现了莫德纳疫苗不足 或者是诊所预约取消的情形 卫生局长朱家祥呼吁民众 尽量透过1922官网来预约 才能够精准掌握有意施打疫苗的人数 中央也才能够合拨足够的疫苗数 给地方政府来施打 这里也会欢迎是报道